嗨,大家好,我是Kenny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70mine最新的 M500行车记录仪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个开箱里面有什么东西 来,我们看看 开箱后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有看到的就是 M500的主机 有一个双口车充 有一个支架 有一个Type-C电线 然后有一个走线的翘棒 有两个静电贴 耐高温贴 最后呢,我们有一本 说明书 M500主机的外观 非常简单 那从这里你可以看见它的 开关铁 然后它有一个Type-C的充电孔 前方呢,就会有一个摄像头 在它的后方呢,就有 两排的散热口 跟一个麦克风孔 其实卖 M500的四大功能 其实卖M500呢 它其实是拥有一个 1944P超高清的画质 然后配合它的智能HDR 可以在高光的时候不曝光 那在低光的时候呢,它可以拍到很不错的画质 以素质 那不管它在白天或者是黑夜 或者是光线不够的条件下 M500呢,的确它的效果还是做到很不错的 那我们来看看白天与黑夜的分别 这种感觉 这是最好的 然后在线上 有一个摄像头 那是黑夜的 就是这种感觉 放在线上 在线上 都可以画些 在线上 都可以画些 这些车车的纪录影 一往的行车记录影都是130度的广角 而M500是有170度的广角视野 它可以拍到四个车道以上是基本没有问题的 M500的储存方式 它是采用了EMMC的内存储存技术 然后它拥有32G 64G和128G 那我个人建议你们通过买64G以上的 根据官方的数据32G的储存时间约120分钟 它的紧急储存视频约70个 64G就拥有240分钟的储存时间 和145个的紧急储存视频 最后128G 拥有480分钟的储存时间 和300个 储存紧急视频 M500呢 它有自己的内置wifi port 我们只需要打开我们手机的app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 手机荧幕 观赏 路面情况 而且我们是完全不需要用到我们自己的data的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语音控制 如果是for global version 好像在马来西亚的 我们有6个不同的语音控制 那我们可以看看 它有什么语音控制 Take a photo Shot a video Start recording Emergency video Enable sound record Audio recording is on Disable sound record Audio recording is off Open hotspot Tuning on wifi hotspot WiFi hotspot is on Close hotspot Tuning off wifi hotspot WiFi hotspot is off 那我们通常都知道 在 比较 新一批的 车呢 都有 ADAS驾驶辅助功能 那如果今天 你是不想换车 而要有 用有这种 ADAS的 功能的话 其实你可以只 只需要买 我们的 70 mile M500 那它可以带出同样的效果 然后 这个辅助功能 它有 5个辅助功能 它有 前车 碰撞警告 车道遍离警告 还有前车起步提醒 行人 碰撞警告 以及 限速标记 识别 最后呢 ADAS功能 还有加了 一个 它很炫酷的 RS特效 那你可以把这个 很 特别的特效呢 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好那我们来看看 M500的 总结 那整体上呢 我觉得 这台行车 的记录仪呢 是非常不错的 它其实拥有非常高清的 画面 网角的镜头 而且在 不同的情况下 拍摄的效果还蛮不错 它也有 EMMC 内存的方式 所以让我们 行走使用的时候 更方便 更容易的 通过APP下载 第三呢 它方便 使用语音控制 所以呢 行驶的时候 你可以 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 用语音控制 那最后呢 就是有这个 ADAS的 驾驶辅助 功能 让你 提升整个 路面的 安全 好啦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 70mine M500的 开箱体验 如果你们还有 什么问题 或者是疑问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下方 留言区留言 OK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